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人林彦君去年宣布结婚喜讯 目前已经怀孕6个月 日前他到台中 某家自助餐厅吃饭 却被定家的佛星价格吓到 林彦君透过社群 PO出了自助餐店的餐盘照片 只见餐盘上满满的菜和肉 份量堆得像一座小山 然而他点了两人份的食物 竟然只需要台币200元 让林彦君傻眼直呼 这个价格真的好扯 提供曝光后迎来不少外地网友惊呼 份量这么多居然这么便宜 店家也太佛星了吧 林彦君也大方分享了自助餐店的地址 笑称自己接过餐盘时 没预料到会这么重 差点拿不稳打翻盘子 吃饭时也听到很多男食客 要求店家减少分量 而在地网友也留言大赞 这家真的很佛星 又便宜分量又足 吃一顿可以饱两餐呢 或讹门回来 感谢观看